L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伯格蒂對上維京的對決 那稍微來講一下 這個伯格蒂 伯格蒂他算是一個經濟加成非常非常猛的文明 他可以在封建時代點城堡時代的經濟加成的科技 例如二級木或是二級農田 還有那個伐經技術也是 輪走也可以 所以導致很大的時候 他都可以比其他的文明率先點下這些經濟科技 然後拿下一點經濟上的優勢 所以伯格蒂在很多大型比賽裡也算是一個常見出來的文明 而且他的寶兵馬上清裝兵 是一個需要衝 算是衝鋒的一個單位 就是他的地下會特別的痛 然後會進入CD 所以他這個能力在連續突擊的時候 或燒耗的時候能力效果非常非常強 可以傷害極高 在雖然之後改版會改成衝鋒後再補兩刀 臭命才會死 沒有點攻擊力的情況下 那目前還沒有改版的情況下是 只要衝鋒之後再補下一刀 臭命就會躺在地上抽了 所以這個傷害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伯格蒂除五之外呢 他還有他的銀罐 是銀罐還是金罐 你忘記了 是可以在他自己的龍鐵裡面產黃金的 但是他產黃金的速度也是慢慢產的 並不是一個非常快產黃金的速度 像是越南的砍木頭會有黃金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這能力也算不錯啦 他這個應該是銀罐 葡萄園 那講一下他的金罐好了 他的金罐是可以讓自己的村民變成民兵 然後直接全部村民變成民兵 然後去攻打敵人家 而且這個民兵攻擊力還有十四的攻擊力 非常非常高 所以那個步兵科技點滿之後 就可以直接打一波流 直接搭配工程器 然後民兵全部ALL IN直接打 有時候可以ALL IN打死人 所以他這個伯根蒂的一個打法也算是相當多遍 因為他除此可以打一波流之外 剛剛說的民兵 他馬上清中兵 除此之外他還可以再打火槍 因為他的火槍打出去的時候有加25%的傷害 所以這個傷害打起來非常非常痛 所以滿康可不比的 好那就來看一下這位伯根蒂玩家會怎麼打吧 那就來看一下圍巾 道特 道特這次選擇是圍巾 那圍巾的話大家應該也滿熟悉的 圍巾他的輪走技術跟手推車是免費的 那你上封建時代跟城堡時代就直接送給你 那你自然經濟就會比對手好 所以這場對決有點算是經濟流的文明的對決 就是看誰誰才是最會農這種感覺 但我個人覺得 伯根蒂跟圍巾這兩個文明 我個人是比較看好伯根蒂 因為伯根蒂的科技是比較完整一點的 而且還有火槍 那圍巾的話 雖然可能綜合經濟上來說 比較輕鬆一點 不需要點科技的關係 所以經濟上來說可能會好一點 但是伯根蒂的話 又可以提前研發科技 所以我覺得圍巾算是補片來說 什麼人玩都是差不多經濟好的感覺 但是伯根蒂會因為玩家的玩法不一樣 然後會導致經濟差距會變蠻大的一個文明 有些高手直接玩家伯根蒂 那個經濟好的跟什麼一樣 但圍巾的話他的經濟好 就是普通好 就是大家的好都差不多好那種感覺 所以我個人是比較看好伯根蒂 好來看一下兩邊怎麼打吧 伯根蒂他這邊應該是要打 這邊是打20村21人口 上封建 應該也是上封建小打小鬧 圍巾這邊是選擇出棒棒開局 那算是比較管上封建時代的村民還在出 有可能先是想要打黑跳城 那我們在其他影片有講到 現在黑跳城是非常非常難跳上去的 很常會有那種因為跳不上去然後直接變跳樓的一個情況 非常非常危險 唉唷這邊居然在跟村民互打 而且這邊很尷尬喔 因為這邊刺猴沒有到封建時代的話 攻擊力是只有三的喔 那跟這邊村民互打的話 可龍就會出大事啦 有點危險有點危險 這邊直接硬砍城門 哇下次砍不破 村民還在打 唉唷這個剩下12滴了 村民在捅了4刀 哇那道德這一波攻勢 看來是被阻止了 好那我們順便來講一下 圍巾人的一個能力 圍巾人的能力的話是 封建時代開始 民兵步兵類喔 都有加20%的血量 所以圍巾也可以算是 綜合步兵血量來說 是最多的一個文明 他的戳戳雖然只能到重裝長槍兵 但是血量卻有66滴 非常非常多的血量 好那這邊也順利上了封建時代 那道德這邊還沒有上 還有一分鐘時間 來看他這邊是會下馬丘嗎 唉這邊是下射箭場 雖然伯庚帝是馬國 那還是下了射箭場 跟我玩波蘭一樣 雖然波蘭是馬國 但他是可以打封建的 這邊肉馬回來收掉了道德的刺猴 但伯庚帝的 弓兵就沒有像波蘭那麼強 因為波蘭是有強弩 而且也有拇指環 雖然沒有三級遠防 但是伯庚帝的話是 直接沒有強弩的 比較尷尬一點 然後也沒有三級防 跟波蘭一樣 但是他火槍有稍微增強 就是加25%的傷害 所以打步兵來說 剛好針對到圍巾的話 可能圍巾會很難受 這邊到了封建時代之後 血量直接積升 變成48D 直接快多出1%的血量 對呀 20%就是1% 這邊直接升為裝甲 直接硬砍 升裝甲之後 打建築的傷害 就會更高一點了 來看一下這個傷害 哇 掉很快這個血量 四隻裝甲 砍很快 但是這邊 Modely 已經開始在出 這是Modely 上面這個 好像名字錯了 看這邊有點BUG 這就是我常說的觀戰BUG 我可能知道要再去改一下 名字怪怪的 好 那我們這場就不關名字 我們來看比賽就好 看這個高手之間是怎麼玩 伯庚帝跟圍巾之間的對決 這個才是我們本影片的重點 好 那這邊四隻裝甲 一直給壓力 但是有小弓的話 給壓力並沒有那麼好 好 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後面怎麼打 這邊 裝甲 一定是會找一個破口想要打進去的 但是對手伯昆蒂應該是沒那麼傻 還是先把自己的精神守起來 我打的最保守那一種 直接有料王塔的話 那這邊裝甲跟小弓 就比較難燒得到黃金這一塊 而且這邊都已經上大石牆都為死了 那伯庚帝算是打一個超濃的一個狀況打法 但由於伯庚帝他這邊有點經濟科技的關係 所以他這邊城堡實在上的比較晚一點 他是屬於先點科技然後再上城的 那有一些伯庚帝的玩法是先點城堡之後 再去點這個二級木二級伐木 也是可以 但是他這樣打法雖然經濟會好 但可能會有個問題 就是上城時間太慢很容易被一個 城堡變身timing打成 被打到殘廢或是受動傷 這是一個如果你玩伯庚帝是需要一個注意的重點 如果你先點的話就會比較晚上城 你看哇整整玩很多 可能會兩分多鐘 所以C帝國這種細節的處理是要做得非常好 才可以玩到好的一款遊戲 好那這邊時間上整整快輸了兩分半 那兩分半這個時間如果 Doubt這邊能打出東西的話那就很賺了 但是這邊並沒有出太多的東西可以打這個戰吧 好那圍巾這邊是打算要先打 騎士 然後再加上攻城技 應該是投車來砸這個瞭望塔 好不太可能去出衝車喔 因為投車比較是萬劫 投車還可以砸這個戰嘛 而且也可以攻擊對方的村民 那只要兩台的話 這個瞭望塔基本上是很難修得起來 好那這邊城堡最初期最強的Vingo就是騎士 跟投車 那圍巾這邊由於經濟非常好 這邊乾上城的話經濟上來說 圍巾是有一個小小的優勢在的 好但是因為我剛剛說了 欸這邊投車只有一隻 就有點難拆了 但兩台投車的話 拆這個就會很快 欸這邊 伯根蒂居然點下了三級伐木欸 哇他最不要命的那種 雖然我覺得他這個打法是正常 正常的高手伯根蒂都會先上城之後點三級木 算是一個標準的一個深層的打法 唉唷這邊瞭望塔可能要被打破了 而且這裡有洞喔 這裡要趕快再圍一下 拉個城門喔 好但是城堡出來應該是沒問題 應該到頭不會再繼續強攻了 好直接刷掉這個瞭望塔 直接走人 好那伯根蒂也順利守下了這一波攻勢 城堡蓋起來之後 家裡又可以繼續蓋一下TC 這邊石頭挖很多 七個人挖 為了要趕快蓋這個城堡防守 好那有三級木的伯根之後 經濟就開始起飛了 而且有城堡 城堡就會出這個馬上輕裝兵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這個馬上輕裝兵有蓄力攻擊 我都會稱他 一刀超馬 人家是一拳超人 他是一刀超馬 這攻擊力是8加25 33攻 那聰明的血量只有40滴血 所以沒想33攻再加8 這個傷害就會非常的猛 33加8 總共是41滴 攻擊力 剛好是可以收掉村民這個血量 欸但是這邊有織布喔 有織布的話還是兩刀這樣子 好那這邊投車 過來要開閘 打 能砸到東西嗎 欸呦很危險 這邊馬上輕裝兵的數量還沒有很多 現在還不能出去打比較好 先用順利來招一下 但這邊有投車給壓力很大 現在博克地的目標是把這個放在投車上 投車解決了 那就比較好打一點了 基本上騎兵跟 戳戳都是可以靠 森旅跟TC來解決的 畢竟騎兵這個東西 還是 蠻怕大量箭矢的喔 像城堡啊TC這樣的東西 但是數量一多的話也是可以像這樣子喔 直接在TC上面直接吃村民 很香的 好那這邊村民宿四十二村打五十六村 村民宿差十村左右 但是倒車家已經開始要濃起來了 攤TC也開蓋下了 那這邊應該不會直接打一個 強攻喔 而且博克地這邊修道院也是蓋在家裡面 這個位置還不錯 招完之後 勝率就可以躲到TC裡面 就不會被打 還有進去之後 兩隻勝率 好等CD好之後 又可以再出來繼續招響 那這個就是城堡 為什麼一定要蓋修道院的原因喔 修道院打這個騎兵喔 康克騎兵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而且你只要一招到 就是對方就直接撿這個六十肉七十五斤 然後你自己只是加六十肉七十五斤 而且還有個作戰單位 所以勝率在對上騎兵對決的時候 這個勝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這邊CD好之後又帶來招 應該三隻沒有問題 好第二隻招到 欸這邊居然只招了兩隻 下面的馬封清裝兵解完之後 再上去要就去解嗎 好但是勝率的話也是全速倒地 但是已經招的夠多了 我覺得已經不虧 波克地這邊經濟開始慢慢好轉了起來 哇這個木頭三級伐木就是不一樣 這個速度效率非常非常好 我來看一下我多快喔 好六七八九十 喔這個跳速真的蠻快的 跳 那看一下DOT這邊感覺是 覺得這一波強攻打不進去了 選擇反手開弄 第四個TC也開下了 然後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DOT知道怎麼打 DOT這邊也是蓋到修道院 應該是想要來先減營機喔 因為DOT現在是有一個外面的地圖 視野優勢在的 好那對手伯根爹已經開始出來 想要來作亂了 發現欸怎麼一直沒打過來 出去換換好了 看一下DOT在幹嘛 沒想到DOT開始在弄 然後再出一個長槍兵 但是伯根蒂有講到 就是他的經濟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人 所以兩邊其實這樣子互弄的話 伯根蒂可能還是追得上 好那這邊DOT優先點下了帝王子彈 但是伯根蒂這邊還是城堡子彈 但是也快了 這邊食物也是跳得很快 好那這邊兩邊都點下帝王子彈 時間大約差一分钟 應該還沒有太大問題 好這邊直接端然進去 哇那就問題很大了 哇我的天 好來看一下這邊傷害 哇這邊一個蓄力攻擊 再加一刀 出門就躺在地上抽了 攻擊力也非常非常高 喔你看 欸欸欸欸 對對對要打一下 然後再補兩個刀 才會死喔 因為他沒有點攻擊力 要點一下一攻之後 才可以變成衝撞一下 衝撞一下 然後再給他一刀 就可以解決 好攻擊力變成8加1 然後再加到15 那就是衝撞之後再一刀 好再一刀 唉呦有沒有 哇兩刀就可以撞死一隻村民 這就是馬上輕鬆兵的一個淫威啊 好那這邊DOT是點下了酋長之後 開始狂暴這些長槍兵跟狂戰士 呃說到圍巾的話 還就是要去看他的步兵就對了 因為步兵就是圍巾的精髓 中世紀最強8加9 四處掠奪的狂戰士 好那邊馬上輕鬆兵也確實 撞爛了蠻多的村民喔 這邊殺敵數也是蠻高的 殺了15村啊 要知道這個殺村民的效率有多好 來看一下 這邊應該可以再繞個幾隻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這邊是被堵住了 所以他這邊只能在這邊繞來繞去 好這邊直接硬拆一隻 OK拆完之後應該也要送光了 好那前線開始作戰 前線巨頭 開始故丟 這邊沒有在罩 夥根第一看來是要走 欸轉化學 轉化學很聰明喔 然後出火槍之後 打這個圍巾的步兵 就有很好的效果 因為火槍本來就counter步兵了 打這個步兵就有額外傷害了 而且這邊 夥根地火槍本身又有再加25%的攻擊傷害 不多加1%的額外傷害 所以應該沒意外的話是3到4槍 就可以射死1隻狂戰士 哇這傷害很高欸 大概1槍大概20幾滴喔 好像也差不多 本身攻擊力就也差不多快20滴了 哇這個步兵地火槍出來之後 圍巾就會很難打了 哇這邊 圍巾舉例好之後 馬上按下5隻火槍兵 但是馬上輕裝兵點下精銳 看來這個馬上輕裝兵點下精銳 還是比較好一點 基本的數值提高 反而是8攻變成11攻 攻擊直接加3喔 非常猛 然後這個蓄力攻擊也變成加31 再加6 哇第一下就可以打42滴的傷害喔 還是很猛 好但是火槍這邊一出來已經被看到了 欸呦出火槍有點危險 然後這邊火槍攻擊是17加4喔 21攻對沒錯 是20攻左右 好那21攻直接過來開BAM的話 會不會出事呢 來看一下危機們的血量會掉多快喔 欸沒打到 欸欸欸欸炮槍 欸直接射11隻 哇靠 3發喔 哇 那傷害好高欸 哇打一下快到一半欸 哇天啊我的天 那這樣子DOT會很難受 雖然這邊DOT是有點下狂戰士幫喔 可以讓這個狂戰士自動回血 但這蠻奇怪的 這工坊都還沒有點完 居然先點那個狂戰士幫 也是蠻有錢的 好那來看一下這邊 直接硬打 找到這邊招牆火槍開BAM 狂戰士瞬間倒了一些 7 2 3 3隻倒下 然後是一純是一隻馬上輕鬆兵 好招到兩隻狂戰士直接回國 好 去弄萬地 大公爵 可以可以 這個歷史我看過 啊唷 在狂戰士直接上完硬尻尻火槍也被捨掉蠻多的 在這邊利用一個窄口火槍在後面安全的輸出 然後後面直接開槍 左邊還有城堡 狂戰士直接硬砍 雖然也擊倒了非常多的單位 但是由於 時代不同阿大人 這個 這個 揮 圍巾狂戰士 依舊倒了蠻多 而且這個城堡應該是修復回來 因為對面是四巨頭 四巨頭的話 至少要二到三十隻的村民去修 才有可能修得回來 這個壓力給的非常非常大 好火槍繼續再開槍 看一下這邊能不能再槍到更多的村民 不是村民 更多的圍巾狂戰士 但圍巾狂戰士只要被三槍射掉 我覺得是蠻髒的 這不是應該要讓圍巾狂戰士稍微增強一點 讓他吃火槍不要弄 就是可以稍微抗火槍一點 變成四下這樣子 前進人家也是 不怕死的文明嘛對不對 我這個傷害耐性好像也是挺正常的 畢竟他們的眾神奧丁 讓他們 有這個 作戰能力 不怕死的個性 所以這個 給他火槍減免傷害好像也不錯耶 希望這個C帝國開發組可以思考一下 這個平安好像也不錯 好 來看一下 這邊馬上輕鬆兵 撈掉了非常多村民 村民樹已經殺了65村 好 那正面基本上只靠五槍就守住了 那把自己的所有的馬上輕鬆兵 直接去豆河家裡鬧了一波 所以導致到的這邊食物非常中斷喔 食物量非常非常少 因為都在收村的情況下 是沒有食物產出的 而且那邊食物一有的話 又要馬上要在產生狂戰士 就是跟長項兵來守這個馬上輕鬆兵 待在馬上輕鬆兵 大家一集火的話 這個狂戰士也會突然被秒殺喔 長項兵也是 所以就是說這個馬上輕鬆兵 這樣一直打帶跑 給的壓力震是很大 那這邊繼續在打帶跑 然後看這個狂戰士的血量 一人一刀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哇 雖然說這個狂戰士是有點酋長的 點酋長的話 對騎兵會有外傷害 但是效果並沒有那麼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馬上輕鬆兵 打的那個地下實在太痛了 OK 好那看起來最重還是可以收的掉 哇這個伯恩帝玩家一直在控這個馬上輕鬆兵 他在控前線後面也在控 然後左邊也在打 欸他真的是很忙欸 好右邊又繞了一波 欸這一波過去又要再殺一些了 好這邊又斷了進去 我的天 好這邊進去之後 這裡要BBQ喔 而且左邊這邊也是被兩隻騎士抓個正早 村民是也被抓了一些 但正面看起來這個城堡是不保啦 好了 好左邊還有一個城堡 要怎麼再繼續拆 這邊馬上輕鬆兵 撈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那邊的舉撈 左邊的話 又繞了一隊過來 想要來突襲喔 來搶黃金 這裡沒有修道院喔 我已經人最喜歡搶的地方就是修道院了 好 直接過來硬打 但是這邊馬上輕鬆兵已經 跑到大火家裡 開始在收村民了 收村民的效率依舊非常非常好 好這裡一刀 OK唷 把這邊挖石頭村民全部收掉 那這個城堡應該也是快掉了 好這邊受不了 直接正面硬打 但是馬上輕鬆兵有在控 並沒有直接上去硬上 而且圍巾這邊是有高地優勢在的 很危險 這邊直接用火槍看著 前線大部分的圍巾狂戰士 已經被 差不多了 馬上輕鬆兵 要來直接硬拆這個巨型投資機 火槍後面再繼續輸出 好但是圍巾正面的圍巾狂是全速倒光 沒救 哇 連這邊馬上輕鬆兵都還活著 然後 伯根蒂這邊的兵 倒是基本上沒什麼減的感覺 倒是道德這邊已經死物快要見底了 基本上一直都是沒有死物的狀況 但是還是要繼續出兵 不再繼續出兵的話 隨時都會直接被一波帶走 但現在的話要轉出強弩 好像也為死已晚了 其實強弩是可以打得贏這個火槍兵的 但由於轉強弩的費用實在太貴了 這個 狂戰士幫這個科技也點了 好像有點太衝動了一點 我不太確定這邊點狂戰士幫 到底是不是好 雖然這波狂戰士進去 確實有打到點東西 但是自己正面也基本上捨不太住了 這個城堡掉了之後 全部的農田 基本上也不能採了 因為這邊你畢竟是要收藏的 那這邊是食物的話 違紀沒有食物就被 宣判告死亡是沒什麼兩樣的 誒呀 這邊又馬上青龍兵再繼續硬撈 沒了 好 右邊城堡繼續投 但是這邊有大量火槍在捨 火槍到前面繼續砰了一下 但家裡的狂戰士全速解決了 火槍兵在家裡巡邏 右邊這個城堡也掉的話 每個農田就沒有城堡防禦了 那進攻就會相當簡單了 好 這邊狂戰士直接上來硬撈 好 這邊狂戰士也來支援 但是火槍變速量快要沒了 哇 違紀狂戰士的攻擊速度還是很快 那基本上這邊火槍直接被收掉之後 應該是才有機會了 但這裡好一坨啊 雖然收掉了分隊小槍 這個火槍這裡好一大坨也是個問題 好 那左邊看一下這邊 哇 這邊被挖金塔被抓包 而且這邊射這個馬上青龍兵的速度非常非常慢 居然這裡是沒有人一擊射的關係 所以這個箭矢傷害非常非常的良 好 違紀狂戰士想要再繼續往前 但是瞬間被射掉兩隻 三隻 四隻 五隻 六隻 全部都被射到不要不要的 好 再繼續砰 哇 這個鬼精狂戰士數量掉得非常非常快 地上都是狂戰士的屍體啊 好 那到他這邊打出GG 果然食物被封鎖了 沒辦法 因為家裡除了這邊在打之外 這裡還有幾隻馬上青龍兵在打 真的是到處BBQ啊 這裡也是 所以 道德這邊也只能打出GG了 而且這部工地的經濟實在太好了 3000多了 然後待會真的 OK了 黃金夠了 再來一波民兵 ALL IN上去 那這邊 維京 道德已經是受不了了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話 我們先不要看 我們先看大後期 大後期的話 維京 唉唷 看到沒有 兩邊都是很會農的文明 但是這邊 道德居然經濟比伯根蒂好 但這邊好 也只有好一點點 主要原因是因為 道德這邊是TC開得比較早 所以他人口 上100多人口的時候 是比伯根蒂這邊是稍早一點的 但是伯根蒂卻沒有輸太多 畢竟這個科技先行研發的效果實在是太好了 所以兩波經濟也算是過得還不錯 好 那來看一下經濟科技的研發 研發的部分 這邊點下球長的時間蠻早 35分 那金罐的話 金罐在哪裡呢 黃山寺 咦 怎麼沒有看他點金罐 那為什麼黃山寺會回血 咦 這裡是沒顯示出來的意思嗎 咦 怪怪的喔 咦 為什麼他會 黃山寺會回血啊 這真的是看不懂耶 還是他這邊又是關戰bug沒有顯示出來 不然黃山寺基本上是不會回血的 好 來看一下 這邊 有點下伯根蒂的葡萄苑 就是前期有講到的 黃金會自己慢慢產出的一個科技 咦 還是看不太懂 他到底是哪時候點下這個金罐的 還是我們把這個時間拉短一點 好像也是一樣看不到 好吧 那如果觀眾聊天室有看到的話 看來可以把這個時間標出來 告知我一下 到底他是哪時候點下金罐的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